大家好,今天分享一款西葫芦馅饼,皮薄馅大,柔软鲜香,一起来做吧 先在盆中加入300克面粉,3克盐,搅拌均匀 加入170毫升清水,搅拌成絮状 搅匀以后下手揉成团 揉成一个光滑偏软的面团 把它移到揉面垫上,整理成长条 分成等分的小面剂 将所有面剂揉圆 取一个容器,离部刷上一层油 摆入揉好的面剂 在面剂表面也刷上一层油,锁住水分 薄薄的一层油即可 照上保鲜袋,饧40分钟以上 下面开始调馅,准备两个大一点的西葫芦和一根胡萝卜 先把西葫芦擦成丝 加入适量盐,抓拌均匀,腌制15分钟,腌出水分 再把胡萝卜也擦成丝 装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取一个小碗,打入三颗鸡蛋 搅散 油温低一点,倒入鸡蛋液,快速滑散 炒成这样的小颗粒 装入碗中,备用 锅中再加入少许油,下入胡萝卜丝,翻炒均匀 炒至胡萝卜变软,关火放凉 再准备些香菇,减掉根部 烧一锅开水,下入香菇,给它焯烫一下 再次煮开以后,煮三分钟,关火,控水捞出 再用凉水清洗两遍,清洗干净 挤干里面的水分,备用 这个是腌好的西葫芦,已经出了很多水 挤出里面的水分 放在案板上,用刀切碎一点 切好后,装入盆中 再把处理好的香菇切成小丁 也装入盆中 加入放凉的鸡蛋 胡萝卜 最后加入一点葱末 调味加入盐,鸡精,胡香粉,少许香油 把所有食材搅拌均匀 我们的馅料就制作完成了,放一旁备用 醒面时间到了,取出醒好的面剂 按压不会回弹,拉扯也不会断开,就是醒好了 先在揉面垫上,淋上一层油,涂抹均匀 取一个面剂,先用手撑长按扁 再用擀面杖擀成长方形的面片 擀好以后,中间放上馅料 用刮板整理成长方形 像视频中这样,上下左右折叠面皮,将馅料包裹起来 方法非常简单,适合不会包馅饼的朋友 包好后,把它轻轻翻过来,一个饼皮就做好了 电饼趁预热,刷一层油,油温低一点,放入饼皮 盖上盖子,中火烙饼 烙至底部金黄,翻个面 烙至另一面金黄,再次翻面 烙至两面金黄熟透,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我们的西葫芦馅饼就完成了 不用发面,不用烫面,皮薄线大,不破皮,不露线 柔软鲜香,凉了也不会发硬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收藏一下 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的观看,我们下期见